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叙利亚内战,与美军有很直接的关系,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虽然表面上美军并没有直接的承认,但是他对于叙利亚的战争态度是直接的、明确的,那就是不愿意看到和平的到来。 不过,中东土地上,叙利亚就只是一个小国家,足以可见美军的眼里完全不能干容那沙子。 他们所希望的,一旦挑起战争的地方都应该从此被美军颠覆,但是没想到的是,有了俄军的帮助,似乎先翻巴刹尔政权没有那么简单,连自己的小弟现在都急着要去贴屁股。 表面上,以色列似乎永远都是与美军站在统一战线,曾经,在叙利亚战场上为美军不止一次主动欺负叙利亚,甚至在联合国公开宣判以色列时,美国还用退出联合国的方式来反击,真是难兄难弟啊。 可惜的是,现在以色列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完全都转向了俄罗斯。 据有关消息称,在许军收复叙利亚以南地区时,一军有意主动帮助其加快收复的进程,甚至在叙利亚政府宣布已经重新控制叙利亚边境地区时, 以色列国防部长还发来贺电,表示祝贺,在问到原因时,他们只表示,这与以色列的利益非常符合,实际上,早在美军接触伊朗协议,使以色列就有意渐渐疏远美军,因为地势的缘故,要想立足,就得和附近地区和平相处。 当然了,以色列这么做也表现出了他们想要摆脱美军管制的命运,希望所有的决定权,都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看来美军一手养大的以色列翅膀长硬了,想飞了,恐怕在经济制裁的涌流之下,美军目前要想找点空余时间来管管以色列已经到了力不从心的地步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